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油刀平坦的一面向下 再将油刀上的孔 对准控箱的转动轴进行安装 就好像这样 将油刀挖入稳固地装好 安装控箱的时候 先将控箱稍为向左转动 放入后再慢慢向右转动 将控箱锁实 千万不要碰到入面的加热器 接着会讲解家庭面包机的控制板 首先这个是开始键 用它来接通电源 啟动面包机 这个是取消键 用它来停止操作程序 这个是操作灯 面包机做东西的时候 操作灯会开住 这个是预约制 最多可以预约由现在计起 13个小时后完成 这个是制作程序制 用它来选择所需要的各种制作程序 这个是烤色控制键 用它来调校面包皮的颜色 可以选正常或者浅色 已经选择了的各种项目资讯 全部都会显示在显示器上 关于这一部分 会在稍后再讲解 家庭面包机配备了 凉杯和专用量池 凉杯是用来量度液体的容量 也可以用来培养天然酵母生种 用面包机的时候 准学量度材料的分量是非常之重要 专用量池非常方便 大一点的一面等于一汤匙 小一点的就等于一茶匙 无论是茶匙还是汤匙 在量池的中间都会有一条线 相等于半茶匙和半汤匙 关于家庭面包机各部位的名称和功能 就到这里为止 接着我会讲解一下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障碍家庭面包机可以长期使用 一定要遵守以下的基本安全注意事项 家庭面包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蒸汽口 就是这个 为了可以安全使用面包机 千万不要塞住这个蒸汽口 使用家庭面包机的时候 不要将部机靠近墙壁和家具 面包机和墙壁和家具之间 应保持5厘米以上的距离 用家庭面包机或者刚刚用完的时候 部机还会处于高温状态一段时间 所以千万不要碰部机 还有千万不要将家庭面包机 放在火源附近或者有湿气的地方 当家庭面包机在运作的时候 不要随便移动它 当家庭面包机还是处于高温状态的时候 一定要用隔月手套呀 当家庭面包机在运作的时候 如果要拔插头 首先要按实取消键 直至听到风鸣器发出声音 指示灯熄灭了至放手 接着就可以将插头从插座拔出来 但是千万不要用力拉条电线 至于其他安全注意事项 请细心阅读说明书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只要跟随安全注意事项 就可以令象印家庭面包机更加耐用 而且安全放心 好了 现在就用象印家庭面包机来制造你第一个面包 首先是基本的白面包 相关的制作说明已经记载在说明书中的 基本面包制作方法 将家庭面包机的盖打开 抽起烘箱的手柄 慢慢地向左转动烘箱 当感觉到烘箱已经脱离的时候 向上拿起就可以 在烘箱的转动轴上面 安装油刀 记住要吐到最入 接下来 我们会按照以下的步骤 来量度材料分量 要做出好吃的面包 一定要准确量度材料的分量 量度液体的时候 要用随机附切的量杯 量度干身材料的时候 就要用电子绑 相关的量度技巧 记载在说明书中的 零件名称及操作说明 首先我们需要量度水的容量 将杯放在水平面上 加水直至达到食譜上 记载的容量黑度为止 记住要量度正确的容量 将水倒入烘箱里面 按照食譜的指示 加入适量的面粉 尽量用新鲜的高筋面粉 按照食譜书中的基本面包程序 顺次序添加材料 首先是放入砂糖 请用随机附切的量次 接着是加入脱脂奶粉 然后是加盐 再加少许牛油 最后是放入干酵母 记住一定要用新鲜酵母 如果用了不新鲜的酵母 面包可能会发不起 请确认包装袋上的使用期限 接着我们会在烘箱的中间 用匙巾画一个小小的洞 然后在洞里面放入酵母 这样做的目的 是避免酵母因为碰到液体 而发不到酵 现在红箱里面 会形成了三个材料层 在最底层的是液体 中层是干身材料 而最上层的是酵母 制作面包、面团、曲奇饼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跟从以上的步骤 接着我们就会拿起烘箱的手柄 将烘箱稍微向左转动 慢慢放入面包机里面 再向右转动锁实烘箱 应该可以感觉到烘箱已经锁实了 将烘箱的手柄放低 然后关锁 再将插头插入电源 按制作程序制 选第一号程序 正常面包 今次我们会做这一款面包 按开始制后 会听到音乐旋律 家庭面包机开始运作 按了开始制后 面包机有时不会立刻开始搅动 并不是出现故障 在猜分的途中 风鸣器会发出声音 在这个时候 如果事先以将材料 放入配料添加容器里面 就会自动加入材料 而就算没有装配料添加容器 在风鸣器发出声音的同时 面包机也会发出响声 并不是出现故障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制作基本面包 所以不用安装配料添加容器 关于自创面包的概念和做法 请参考食譜书 家庭面包机会发出音乐旋律 告诉你面包已经焗好 但其实你应该一早就闻到 阵阵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 只要不按取消键和不拔插头 就可以将面包保温一个小时 戴上隔夜手套 拿起烘箱手柄慢慢向左转动 再向上拿起烘箱 面包焗好之后 建议你要立刻拿个面包出来 否则面包留在烘箱里面 会因为再次吸收水分而变湿 轻轻摇一下烘箱 很容易就可以拿个面包出来 当面包很难拿出来的时候 可以拎一下烘箱底部的连接部位 大约拎几次就可以 面包 那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用象印家庭面包机 最困难的一刻 就是等待面包冷却的时候 接着会讲解调整时间的方法 插入电源 按调整时间键 设定现在的时间 每按一次调整时间按钮的向上键 时间就会增加一分钟 每按一次调整时间按钮的向下键 时间就会后退一分钟 如果想以十分钟为单位增减时间 按实调整时间按钮的向上或者向下键 时间显示在三秒钟后 从闪烁状态变成亮灯状态 时间设定完成 在显示器上 如果出现7am闪烁的情况 就要更换电池 为了可以在使用预约功能的时候 掌握完成时间 记住一定要将时间调整好 以下会讲解如何使用预约功能 预约功能 让你可以设定面包在特定的时间完成 大家应该都想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吃到新鲜出炉的面包 利用预约功能以十分钟为单位 最多可以设定大约十三个钟后的完成时间 首先在烘箱里面放入材料 先倒入液体 注意千万不要让酵母碰到水和盐 然后将烘箱放入家庭面包机里面 按制作程序制 选择所需要的程序 请参考说明书的制作程序清单 确认哪种程序可以用预约功能 选择第一号 正常面包 按预约键后 开始指示灯会斩斩下 接着就按调整时间按钮的向上或者向下键 设定完成时间 按开始制后 预约指示灯会亮灯 并且发出音乐旋律 使用预约功能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入容易变坏的材料 例如牛奶 果汁 蔬菜 和鸡蛋 我们有时会想快点吃到面包 将人家庭面包机 有快速烘焙功能 只需大约两个半钟就可以完成 制作过程和基本面包一样 按制作程序制 选第四号 快速烘焙就可以了 想制作面包、薄饼、面条的面团 或者想做饺子皮和曲奇饼的时候 又可以怎样做呢? 利用象印家庭面包机 其实全部都可以做到 具体的步骤 请参考说明书里面的 面团的制作方法 食譜就要参考回食譜书 好像刚才那样 将材料放入烘箱 然后将烘箱放入面包机里面 按制作程序制 选程序 按开始制后 发出音乐旋律 开始运作 完成后 再次发出音乐旋律 显示器窗口上 显示制作完成 按实取消制一会儿 打开机盖 将烘箱拿出来 然后将面团拿出来 如果油刀黏在面团里面 就要将它拿出来 灑一点面粉在平面上 将面团放上去 拆成你喜欢的形状 我们也可以用 将印家庭面包机 来制作美味的蛋糕 关于蛋糕的制作步骤 请参考说明书上的蛋糕的制作方法 按照食譜书上记载的次序 将材料放入烘箱里面 使用鸡蛋的时候 在放入烘箱前 轻轻发一发 接着用制作程序制 选择第十三号 蛋糕制作程序 以及用烤式控制按钮 选择你所喜欢的深浅式 按开始制 开始运作 拆粉十三分钟 十三分钟后 风鸣器发出声音 打开盖 用酱皮刮刀 将切实在烘箱旁边的面粉刮回去 如果要添加其他材料 就是这个时候添加 将材料放入烘箱 盖盖 按开始制 家庭面包机再次运作 将蛋糕拿出来的时候 注意不要太大力摇防 否则会弄坏蛋糕 可以利用市场上购买的水果 在不加任何添加剂 或者防腐剂的情况下 制作果醬 制作方法和刚才一样 参考说明书的 《果醬的制作方法》 按照食谱书上记载的次序 放入材料 制作果醬时 要先将水果整碎 将红箱放入面包机 锁实 按制作程序制 选第14号 果醬制作程序 按开始制 发出音乐旋律 开始运作 果醬会变得好热 完成后会发出音乐旋律 用橡皮刮刀 从控箱入面将果醬拿出来 或者先放置一段时间 摊一摊冻 小心不要烂 这样就可以品尝到 意想不到的天然美味果醬 真是非常简单 跟着是讲解天然酵母生种的培养方法 关于制作步骤 请参考说明书中的天然酵母培养生种 在凉杯中加入大约摄氏30度的水 放入天然酵母 充分混混 用保鲜纸包住凉杯 然后在上面用颜纖 剁几个小孔 如果密封不透气 就可能发不到酵 培养生种 是不用安装油刀 和配料添加容器 先把控箱安装在面包机里面 再放入凉杯 将凉杯的手柄 挂在控箱的边缘 最后盖盖 跟着按制作程序制 选第15号 培养生种 再按开始制 发出表示完成的音乐旋律后 按取消键 将凉杯拿出来 完成后 2至3个小时内 要放入冰箱 天然酵母生种 要在制作后 一个星期之内用完 利用生种 可以烤出好吃的天然酵母面包 手造面包程序 具有非常实用的功能 可以针对性对 猜粉 发酵 控陪各个步骤 进行编程和微调 制作只属于自己的面包食谱 请参考说明书中的 手造面包程序的说明 以教会对手造面包程序的功能 进行简单讲解 这个程序可以缩短 或者延长猜粉和发酵的时间 又或者省略部分工序 此外还可以好像焗炉的焗面包 进行设定时 按手造面包锡 手造面包指示灯亮灯 首先是猜粉一工序 再按一次手造面包锡 利用调整时间锡 设定猜粉一工序的时间 按手造面包锡 选择下一个工序 剩下的工序 亦进行同样的选择 完成程序设定 关于各工序最短最长的时间范围 详细记载在说明书里面 按开始制后 面包机开始运作 开始指示灯亮灯 第一度工序开始 手工制作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功能 可以敲制特别的面包 例如肉桂卷 手工制作设定 是在完成插粉工序后 从烘箱里面 将面团拿出来 将面团插成中意的形状 然后放入烘箱 完成正底的工序 不单止可以制作美味的面包 操作还非常简单 关于手工制作功能 请参考说明书里面 制作正统面包的记载 简单来说 手工制作是指先制作面团 然后用家庭面包机来焗面包 下次使用的时候 按手做面包锡 显示器会显示上次设定的总制作时间 在这个时候 按开始锡 就会以上次的设定来做面包 就是这样 利用这一部设计精密的家庭面包机 就可以制作出很多不同款式的面包 用属于自己的食谱 尽情享受做面包的乐趣 相信你已经掌握到 障眼家庭面包机的基本功能 只要正确使用 就可以日日吃到 新鲜出流的美味面包 记得要细于说明书上记载的保养 和安全注意事项 控箱里面和油刀上都进行了易结加工处理 所以千万不要用研磨剂 白结布 硬身尼龙海绵 或者钢丝刹进行清洁 不要用水来清洗控箱底部的连接部位 另外 也不要将控箱浸在水里面 或者用洗碗碟机来进行清洗 说明书里面还有其他有关清洁保养的重要信息 记得一定要仔细看一看 你只需要很简单地进行清洁保养 就可以日日用 像印家庭面包机来做面包 家庭面包机 有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搞到焗不到面包 对一些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故障 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法 都印在说明书里面 好多谢你耐心收睇 希望像印家庭面包机 可以一直为你带来无穷无尽的健康美味